国中时,我们曾学习过平面上一点P到直线L的距离,即是在直线L上找移动点Q。 当Q在L上移动时,能让线段PQ最短,此时的线段PQ会垂直于直线L。 这时PQ线段的长就是P到直线L的距离。 如果将点与直线放到坐标平面上的话,能不能透过这样的垂直性值推导出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简单的例子。 是求点P5、4到直线L、X-3等于0,即到直线M、Y加2等于0的距离。 点P到迁直线L的距离,即是两者之间的X方向的差,也就是5-3的绝对值等于2。 点P到水平线M的距离,即是两者之间的Y方向的差,也就是4-2的绝对值等于6。 那么,在坐标平面上,对于任意给定的一点P、X0、Y0与直线L、AX加BY加C等于0, 它们的距离D、P、L为何呢? 过点P、X0、Y0做水平线Y等于Y0,交L、AX加BY加C等于0,于A点、负A分之BY加CY0。 我们可以得到AP线阖段等于X0-X0-Fa分之BY加C的绝对值,等于A的绝对值分之AX0加BY加C的绝对值。 过P点X0Y0做迁直线X等于X0,交L、AX加BY加C等于0,于B点X0-B分之AX0加C。 我们可以得到BP线段等于 Y0-负B分之AX0加C的绝对值 等于B的绝对值分之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另一方面,运用平面上两点距离公式 可以计算得到AB线段等于 根号-负A分之BY0加C-X0平方 加根号-负B分之AX0加C的平方 等于根号-负A分之AX0加BY0加C的平方 加根号-负AX0加BY0加C的平方 等于根号-负AX0加BY0加C的平方 乘以括号-A平方分之1加B平方分之1 等于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乘以根号-A平方分之1加B平方分之1 考虑三角形ABP面积的两种计算方式 如果以线段AP当作底 线段BP当作高 则有三角形ABP等于二分之 AP线段乘以BP线段 如果以线段AB当作底 点P到直线L的距离当作高 则有三角形ABP等于二分之AB线段 乘以P大L的距离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 三角形ABP等于二分之AP线段乘以BP线段 等于二分之AB线段乘以P大L的距离 稍微移向化简后就可以得到 P大L的距离等于AB线段分之AP线段乘以BP线段 而前面我们已经计算了AP线段 BP线段和AB线段的长度了 所以直接代入 等于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乘根号A平方分之1加B平方分之1 分之A的绝对值分之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乘以B的绝对值分之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等于A的绝对值乘上B的绝对值乘上根号A平方分之1加B平方分之1 分之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等于根号A平方加B平方 分之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 这就是我们要证明的公式了 如果P本来就在直线L上 或者L是牵直线或水平线 就无法如上面推导过程一样 围成一个三角形ABP 尽管如此 这个公式仍然是对的 例如点P54 在直线LX-Y-1等于0上 可利用公式求得距离为 P到L的距离等于 根号1平方加-1的平方 分之5-4-1的绝对值 等于0 例如点P54到水平直线M Y加2等于0的距离为 PL的距离等于 根号0的平方加1的平方 分之0乘以5加4加2的绝对值 等于6 这和课前测验中所提到的点P 到水平线M的距离 即是两者之间的Y方向的差 4-2的绝对值等于6相同 试求点P3-5到直线3X加4Y加1等于0的距离 答案为6 利用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有P到L的距离等于 根号3平方加4平方 分之3乘以3加4乘以5加1的绝对值 等于5分之30等于6 这个公式除了计算点到直线的距离之外 还可以用于一些求直线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给定一点P1 2 与直线L2X加Y等于0 能不能找到平行L 且和P距离为根号5的直线呢 由于和L平行的直线M的方程式 可以假设为M为2X加Y加K等于0 利用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根号2的平方加1的平方 分之2乘以1加1乘以2加K的绝对值 等于根号5 化简得4加K的绝对值等于5 解得K等于-9或1 所求的直线为2X加Y-9等于0 或2X加Y加1等于0 像这样 通过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我们知道 如果给定一点与一直线 和此直线平行 且与此定点之距离 为给定正值的直线 应该有两条 在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PL的距离等于根号 A平方加B平方 分之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中 我们计算分子 AX0加BY0加C后 有时得到的值为正值 有时得到的值为负值 那么该如何透过L的方程式 以图形来判断 何时为正 何时为负呢 坐标平面上 一点PX0Y0与直线L AX加BY加C等于0的距离 可以由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PL的距离等于 根号A平方加B平方分之 AX0加BY0加C的绝对值来得到 PL的距离包 PX0满 21个月 nes 5个月 ·603 靓